要不再给我们献上电力十足的决赛圈呢 SMG虽然有三人编制 但是要知道这三个人是不能够 也没有拉过马路吗 他没办法 蓝圈已经碰他的屁股了 但是没化妆在西边啊 这也没办法 也确实是没办法 看不到 这把枪啊纯纯的就是陷阱枪 帅是够帅 但是风险太大 它和扎点一样 先开完这波反战吧 神森森往前顶 抱头放倒了比特广 那这样的话后点只有remember一个人了 它也太细节了吧 这里神森森 主要还是看投掷物吧 能不能够破点 倒一个神森森 这应该是穿烟 小小剑还颜色 把另外一边remember打倒了 结又换掉了卫无线 神森森又换一个 是吗 那这样一来的话 SMG跟VS应该是要打一个最终的决赛圈了 对 神森森这边枪线是有点紧凑的 但是紧凑的枪线可以制造更多的秒伤 直接先把杰打倒 至爱这边要是稍微有一些码 好在敦服是修正了自己的枪线 一个腹地先补人 人数毕竟是有优势 一个跳枪 神森森再次抱头拿下一个 大大王军赛的胜利 完全躲过这一波 而神森森拉到了丁道和小语的正面 这要一打二吗 先打一个 直接拉枪 Spring transfer 险些把小爷爷秒掉 先投一个火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淘汰榜当中 另外一遍 LGT战队前期不利 但是这里遇到VS战队 好像也不太有超过的空间了 VS这个山头卡了太久了 对呀 那没有什么缝隙 再可以让LGT运营竞选 三连暴走 直接破摆 是的 再往前面铲 神森森左右摇摆 其中还是没有铲到 但是索固似乎仿佛听到了刚刚在烟雾当中的脚步声 是的 索固利用了这一道VS崩起来的烟雾啊 是直接来到了两个人的中间 但是这个时候神森森已经看到他了 是的 来了 我也拉了 咱拉了 咱拉了 来个回来救 来个回来救 我就别激平 激平 再看这边VS果然是来侵袭TT了 而TT早走的中防也是哎呦 梁志杰被带走了 打得过吗 还可以继续拼 阿杰 要不要闪进一波 之爱 没有选择停车 后点的神森森 迟迟赶到 小帅直接接到一个神森森 强倒一个 阿杰 换上步枪 神森森 我的天